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,年轻人也成为汽车市场的主力军 因为年轻人的个性喜欢改装自己的汽车 在严苛的车辆管理面前,汽车三大件是不能轻易改装的 只能从外观来下功夫 其中,加装后,扰流版就是改装之一 扰流版虽然能让汽车看起来很拉风 但是带来的危害也是你想不到的 后扰流版就是我们称为的汽车尾翼 它的目的就是将车顶从下面的气流改变为向下的作用力 来抵消汽车因为速度而产生的深力 可以增加车轮的附着力 让汽车有更好的稳定性和转向性 这种尾翼一般是加装赛车或者跑车尾部 利用扰流版的倾斜度来产生效果 但是在设计时 这种角度是工程师结合车型的动力学 来多次测试与调校后决定的 必须要恰到好处 不然会很难达到实际效果 因为大多数人安装尾翼并没有在意这些 可能不仅不会起到作用 反而还干扰汽车稳定性 不结合自己车身来设计尾翼 也会提高风险增加油耗 所以说私自加装尾翼其实是更多的必大于力 何况加装尾翼是不符合上路标准的 也过不了年审 如果单纯是为了美观 那么建议还是去专业的改装电安装